西红柿炒蛋最简单又最困难 西红柿要炒到脱皮 蛋要先韧四口 还要有汤汁来浇饭 那才叫香 准备好西红柿和四个鸡蛋 你有像我这样子敲过鸡蛋吗 简单又轻松 上次有人评论说 第四个鸡蛋到底是怎么敲的呢 认真看好了哦 一般情况下 我都用手指把它弹开 蛋液里面加点盐 加点清水 可以让鸡蛋煎起来不容易老 没错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 关注我 说不定哪天用得上 大夏天这种西红柿 沾点白糖 的确很好吃 把锅烧热 下油 开中火 倒入蛋液 煎至两面凝固金黄色就可以了 这种效果吃起来最嫩 炒菜一把葱 美味又轻松 倒入西红柿 开大火炒香 调料加盐 白糖 加点水 焖两分钟 让它出番茄汁 加入鸡蛋 快速翻拌均匀 让鸡蛋吸收番茄汁 葱花点缀 好看又美味 arr复 一 二 亿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